好,現在我們來做第三個這個example 是serve,是瀏覽一下,take a look 其實我不會做,只是看一下到底是在做什麼東西 因為我覺得總是不會的話要亂做之後應該有可能會變會 我是那個有可能的這個 我們第三個是unconfine 就是沒有,有一邊沒有壓力的這一個unconfine 然後這邊開啟,是unconfine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那pump 它到底,到底有一個是pump的 然後有一個,它是x跟y就好 然後penetration這邊有 然後這些數據怎麼都沒有 總覺得這邊應該要有 不管 然後 這邊它就有unconfine 然後再看一下 這是它的 這是第二個的 那位置這邊按下去不知道會怎樣 discharge rate,然後water level 這沒有數據,但這個好像一般都會有顯示數據出來 OK,這個要再輸入data 這加入修正的 這看你要不要filt 好,這個room 這目前就OK啦 沒有 沒有特別的 然後我們這邊 pump test discharge就沒有了 Water level 去顯示這些東西 然後分析 然後分析,這是用 因為它已經有內建了嘛 分析的是這個 我們就把它filt看看 我們就把它filt看看 它這邊數據 沒有出來 那我們這邊 是不是不要亂勾 我也不曉得 然後分析看看 你看 這邊就有出來了 這邊就有出來了 resar它是用 syssonjacob這一個 所以你 這邊你 資料還這麼好移 真的有點誇張 然後再filt它 應該移這個資料沒鳥用吧 好 那這邊 這邊 如果你用別的方式 它的fitting大概 是這個樣子 你不能把這個拉高一點 這是可以去 調這個的 不過這個我剛有調過 所以很危險 好像會那個 當機 我們這個 每一個filt這個再試看 這是 command 這是 做 座標 對 用lock的座標 這些 分析的 殘酬 這可以亂改 這個剛才有經驗 沒錯 你想要回來再filt一次就好 OK 這倒數 倒數 每一次做都供估 也沒有看到 散步圖 散步圖 不能更大 這room有做過 dimension OK 這個 散步圖有沒有鳥用 沒有看到這個散步圖 OK 然後這side plan 這是 這一次他有這個 還蠻有意思的 他有這個 畫出一些等高線 比較特別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report看看 這邊還可以去打勾出來的 這也許是 我覺得好像是 是這個demo版的關係 所以他 並沒有出來 因為我們這一個是 是這個 demo版的 是demo try try 所以應該 我覺得啦 是應該這個 這個關係 好那我們這一個 亂搞的就 做到這裡截止 謝謝